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说真话 批判权威 也敢于在网上跟作家官员比赞 他刚被时代杂志评为 一百大最具影响力的年度人物之一 今年的香港书展 邀请他作为讲座嘉宾 分享他的独特观点 我们今天感到非常高兴 邀请在国内非常受欢迎的韩寒 韩寒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了 首先想问一下你的杂志独唱团 在七月的时候出版了 一出就全部卖光了 你想把它办成怎么样的一本杂志呢 事实上我只是想把它办成一本文艺杂志 但是一定是一本比较独立的 要进步的开放的文艺杂志 因为文艺杂志分很多种 到最后国内的很多文艺杂志 便到最后就变成了小聚会的一个party 就来回来去那么四五个人 每个人提供一个中篇长篇 最后读者也都是那些 国内缺少很好的文艺杂志 而且摄影图片漫画 包括小说散文 这些都是文艺的一部分 包括调查文大 我相信这些都是 我就希望它成为最好的文艺杂志 你这本杂志为什么叫独唱团呢 对 它原本想叫做文艺复兴 虽然这个名字有一点大 但是一般做事情都喜欢 先把牛吹出去 然后用穷尽毕生的能量 去圆我自己吹的这个牛 本来想叫文艺复兴 结果不信的是 文艺复兴没有批下来 因为很奇怪是在 国内申请新的刊号或者怎么样 是不能带文艺两个字的 可能因为他们也觉得 国内没有文艺吧 所以自己不好意思 所以文艺复兴没能叫 只能叫独唱团 你在网上非常受欢迎 为什么偏偏选杂志这个平台呢 而且你不接受广告 你有信心保持盈利吗 可以啊 因为这本杂志 现在每一本的利润 大概是两块多 稿费每一期是四十多万人民币 再加上两个月初一期 办公成本是二十多万人民币 所以它整个的成本要承担的 就是一期大概六十多万人民币 而每本盈利两元多 说明你至少要发行二十五万册 才可以盈利 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 所以我并不打算指这个挣钱 但我相信它也不会 它也不会亏损 我把账这么详细的算给大家听 我觉得因为这个里面 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一些机密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本杂志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的话 那朋友一个月多少钱的工资 你大致总要知道 你在网络上非常受欢迎 现在又回归到传统的媒体去 您觉得这两种媒体呢 是互相代替 还是互相补充呢 网络虽然非常的 非常的流行 而且事实上 我相信改变中国的 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 是需要靠网络的 因为虽然都存在着审查 但是网络毕竟是 最宽泛的一个范围 因为无论如何 你是可以先发表 大不了发表了以后 觉得不行 再把它删掉 它至少存在过一段时间 很多东西 你都是没有办法 呈现给大家的 因为在杂志上 你要经过一个 沉沉的审查 当你看到的时候 事实上 它一定是基本没有任何问题的 或者说 不会有任何的大的争议的 但是网络呢 它有一个问题是 你看我们的那个 美国的新闻 新闻周刊 事实上也是在网络的冲击下 它现在也要 也要往外卖了 当然是比较有 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 它没有选择卖给 卖给中国 但是呢 很多东西 靠网络呈现 可能还是有一些缺憾 比如说很多文艺的形式 包括小说 包括摄影 因为它毕竟是相对来说 它讲究最快的资讯和 比较 比较短的篇幅 呃 很难去在网络上看完一篇很好的文艺小说 但是我相信文艺还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事物 没有任何的政权 是会被杂文所写垮的 但是文艺是可以让一个民族变得更加的强盛的东西 虽然这本杂志现在未必能够做到这一些 但我希望它慢慢的可以 我相信一个民族里面 如果大家都很喜欢文艺 那肯定不会差的 从学生 作家 赛车手 到现在的杂志主编 您觉得你的角色有没有变化呢 我还真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你被美国的时代角色评为年度人物 您觉得你的地位在这个时代上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望 你说往大了说呢 肯定是美谱的 因为事实上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大家都知道 分分钟想玩你就玩你了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些细微的改变 我相信我的同龄的这些人们 他们一定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能做什么呢 我也做不了什么 你能告诉我们你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真的很难说啊 写作的灵感从哪里来 不过这个要感谢国家 虽然我们的新闻 我们看到的新闻已经经过了一定的筛选 但是在这些已经留下来的新闻当中 经常能够触发你的灵感 所以我觉得在国内不愁 没有素材可以写 接着来香港餐厂呢 您最期待的 看见的作家是谁呢 我最想见到的作家 我在香港其实倒并不想见到什么作家 女明星可以吗 能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你最近看什么书吗 最近我想想看啊 在看什么书 因为我个人很少看 所有人写的那些小说 我看的更多的是别的一些书 而且最近其实看了很多的稿子 因为独唱团有很多的来稿 但无论看什么 事实上我都每天保持很多的阅读 这就是你第一次来到香港 参加香港的书展了 有什么目的没有 还有呢 你的他的国小说在香港出版了 有没有打算把你的独唱团 也在香港发行呢 我觉得当然挺好 这是一件有则很好 但无则呢 也没有那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本身香港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 我想相对的文艺杂志 或者说类似的杂志在香港 也不是特别的有必要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读者喜欢 那当然我也会很高兴 您觉得香港书展 对汇聚两岸三地的文化人跟作家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了 也有 但是因为香港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开放开化的地方 所以文化又是一个非常容易 在内地说话的时候 受到一些控制的地方 所以我想在香港 可能大家会更加的 唱作欲言一些 我因为大家是相对 máxim的 请不吝点赞 那 guió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